Joe Biden雖然嘴巴上說要合一 但是卻一直不斷的製造分裂 不過有一件事情 有一個想法它的確是促成了合一 左右派、保守派、自由派 幾乎都快要篤定一件事即將發生 而且Netflix還拍成了一個電影 這個還是電視劇 我不太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不看Netflix 因為是個左派公司 所以說我不支持他們 而且他們拍的電影都還蠻爛的 不過這不是重點 這個影片這個電影還沒出來 不過宣傳片已經出來了 這個電影或是影集叫做 Athena 雅典娜 是在講一個內戰 住在法國的中東人還有黑人 聯合起來推翻了法國的政府 然後這個宣傳片是法文的 所以說我就來用這個 我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 來講解給大家聽 這是一個不知道是中東人還是哪裡人 不太確定 然後一直有一堆字從他這個旁邊弄出來 然後你還不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他在一個很混亂的一個地方 旁邊都是暴力啊暴動啊一群人 再... 好... 好... 我錯過了 這句話是來自於西臘哲學家叫做索福克勒斯 意思是當命運襲擊時沒有凡人能逃過不幸 那這在說什麼呢 就在說這是命運 這個是天意 法國會有一場以種族為主的戰爭 最終會導致法國政府還有社會崩潰 然後法國會分成兩派的人 一邊是法國人 一邊是阿拉伯人跟黑人的聯盟 這很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個這是來自於Netflix的電影 這個是左派他們眼中的社會方向 那這個是左派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世界充滿了種族歧視 種族一定會有戰爭 然後被壓迫的種族會有個聯盟 然後起來推翻這些壓迫者 就是白人啦 推翻整個壓迫者的社會制度 那這個他們已經講了好久了 然後右派其實也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天哪 如果說我們不斷無條件接受這些移民的話 我們不斷接受他們成為美國人 但是他們不了解美國文化 他們不了解美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 有些連英文都不會的話 我們不斷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不斷接受這些不好的 然後沒有準備好的移民的話 我們最終就可能會有一個種族還有文化的戰爭耶 這個樣子很糟糕 這個宣傳片最酷的一個地方就是 所有的人都同意這一點 在這個紛爭上面 左派、右派、保守派跟自由派是完全合一的 雙方都認為會有這個樣子的戰爭 不只是可能 甚至有些人覺得是一定會發生 在這邊索福克勒斯的話說這是一個命運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這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跟右派不同的地方是在於 保守派的人像我在這邊 就是說這個很糟糕喔 最好不要發生 我不想要看到這個樣子的戰爭 這樣子的東西很可怕 但是自由派的人認為說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這會是一個英雄事蹟 會是一個值得慶祝的事情 這個反而就是 世界會變成這個樣子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左派跟右派 是完全活在平行宇宙的 自由派說一件事 一個想法 然後保守派說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同樣的想法 保守派的人 我會被說成是神經病陰謀論 自由派的就可以隨便說 甚至會被拿來慶祝 而且拍成電影 把他們變態的慾望 變成公眾的娛樂 但是當保守派說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甚至是在說這是一個警告 說這樣的事情是不好 很糟糕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說 我們起人憂天 我們神經病 總之就是有些事情是 自由派的人可以說的 而且保守派的人是 連討論都不能討論的 當然也有保守派的電影是這樣拍的 有一些什麼基督教末日的 這個末日啟示錄的電影 但是都會被說成那是 法西斯主義 新納粹 宗教狂熱分子 宗教狂熱 然後左派拍出來這個樣子的東西 就是好的 就是美麗的 好友愛 是振奮人心的 這個是很可怕的 當我們活在一個世界上 然後我們唯一合一的方向 是內戰 種族戰爭 社會崩潰 暴動 而且雙方都認為這是命運 而且不可避免的 當我們這個樣子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往這個方向繼續走 最終就真的變成無可避免 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 很多人說 AI News 是保守派的頻道 說是個右派頻道 這樣說其實也沒錯 但是不完整 我們是一個基督教頻道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耶穌教我們做的事情 或許我們離末日真的很近 啟示錄上面的事情 真的就是無法避免 因為這就是耶穌說必定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們基督徒是有使命的 我們的人生是有意義的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愛神 還有愛人如己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傳福音 把正確的價值觀傳達給那些世界上的人 政府永遠都會促成戰爭、紛爭 就像我們 我跟Felicia 從小就被教育成彼此敵對的敵人 我們怎麼可能合作 怎麼可能會一起開公司 怎麼可能兩個人一起肚子餓 然後為了共同的目標努力 就是因為我們有聖經 我們有耶穌 我們有同樣的價值觀 我們的目標就會是相同的目標 這個就是神真正要的合一 這個就是神要我們基督徒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要萬民做耶穌的門徒 世界斷成這樣 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 唯一能帶給世界真正和平的、平安的、喜樂的 就是福音 這就是為什麼福音叫做好消息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我們下次見